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Steven 吃學玩樂 今天心情很興奮 又到了自我餐的時間 因為我有一陣子 真的沒有去過吃酒店的自我餐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 大家都知道吃什麼就是吃蟹 其實來到10月 我們傳統一般都會吃大雜蟹 我找到一間酒店 還可以吃到蟹的放題 還要包括大雜蟹 所以今天特意走過來這邊試一下 今天我來到尖沙咀的海景家福酒店 Cafe On M 主要就是KK Day 邀請我過來試一下這個 這麼特色的自我餐 現在吃大雜蟹的季節 其實我也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大雜蟹 大雜蟹的蟹味道 都略有不同 如果吃蟹的蟹的蟹膏 就會比較軟滑一些 就成白色的透明狀高狀 那個味道就很香濃很滑 但如果大家吃蟹的蟹的話 它的顏色就比較深色些 質地入口都會比較硬實些 好像一些鹹蛋黃的質地 還有很多人都會問 怎麼算是漂亮的大雜蟹 其實現在正式陽情湖的大雜蟹 其實數量來到香港其實真的不多 如果說大雜蟹 漂亮大家就要看它的腳 即是有沒有金黃色的腳毛 另外腹的位置要夠雪白 如果大家都喜歡 這一類型的放題 或者自我餐的分享 真是第一次看的觀眾 記得按個訂閱鍵 看完影片之後給個讚 令我更加有動力 發掘更加多特別 還有特色的自助餐給大家 真是要吃自助餐來說 現在香港的地方 真是挺貴的 即是冷不冷 如果去五星級的酒店 可能要過千 但我介紹一些比較親民 不要那麼貴 今天這間餐廳 可能也是你的選擇 現在KK Day 正在做一個特價的優惠 10月5日之前訂 還在做一個買二送一 平均價錢是534元 這個價錢已經是全包的價錢 而酒店這個自我餐 其實原價是867元一位 當然如果是星期一至四 以及公眾假期 以及週日 略有不同 但我以今天來說 就是星期一至四的價錢 買二送一之後的優惠 就是534元 如果是10月5日之後訂 其實它還有一個七五折 現在 從一個酒店吃自我餐來說 今天還要說 有各款的蟹吃 其實這個價錢 性價比也算是比較高 這間Café On Air 一直都做自助午餐 自助晚餐 其實應該都有觀眾 上來這邊 現在正在做一個蟹之盛宴 有幾樣東西 就是每人限量供應 包括一隻大雜蟹 每位一隻 另外就是那個生蠔 每位三隻 大家來到 它就會分塊做一些飛仔 你還可以憑飛 出去拿回那些食物 這裡也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麵包蟹 加拿大的雪蟹薑 蟹色大肉蟹 有蟹蓋 命負其實 以蟹為重點 其實都看得出 酒店叫做 真的有一點心機去做 我最重要的是 飲品的配備 今天FIFO的配備 就148元 就已經是喝紅酒 白酒和Poseco的情況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在KKD訂 如果四位訂位 它還會送一支 就是一支的紅酒 所以我覺得這個優惠 如果你四位來 就節省一個喝飲品的配備 那我今天呢 其實148元 我就喝一個Poseco Poseco 其實今天這隻 其實都是偏比較乾的 但是容易入口的 另外紅酒和白酒 我今天就試了 紅酒方面 比上中好 因為如果148 平時在酒店有任的配備 148元 都算是一個比較實惠的價錢 但去紅酒來說 其實都算是不錯的 不會說很醃 不會說很果香很甜的 所以我覺得算是普通的 你喝得過的 那今天的時間 六點半就開始吃了 一路就踩到十點鐘 已經 那時間呢 已經是整四個鐘了 已經是 都 真是叫到幾長下 那今天 好啦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出去 繞一繞一圈 看看外面究竟搞些什麼 好不好 喂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馬上出去看 今天真的凍海鮮的部分 說明是蟹宴 排場都挺厲害的 包括有 英國的麵包蟹 還有一隻 就是加拿大的雪長蟹腳 這兩款東西 我首先說 就是那個雪長蟹腳 挺澎湃的 今天我想早點來 它堆到整個山仔 山小山幽 其實是極度誇張的 這個蟹肉 今天看到的質地 是非常之不錯 還有蟹的質地 蟹腳就不是縮了水 或是放很久 開始收身 好像人露了慢慢縮 它就不是 今天都挺精神的 開了肉之後 蟹腳也是挺肥美的 不會很硬的海水味 就是這一隻 所以我入口算是挺滑 挺舒服的 最誇張的就是這隻 英國麵包蟹 這隻蟹來講 其實我都遇過很多地方 都會看到這隻蟹 今天這個 完全都是 看到是挺符合理想 高的份量 真的很誇張 好像彈網連容 真的很厲害 這個麵包蟹 它也是 叫做refill 我都覺得refill 得OK 很老實說 有觀眾都有跟我說 現在很多酒店的餐廳 refill速度 都慢慢減慢下來 今天我看到 即是暫時 我躲在角落 看到它 都暫時refill 是OK 講一下就是一隻 生蠔 今天就是有 愛爾蘭生蠔 當然 雖然每位 只有三隻 愛爾蘭生蠔 這隻蠔 今天看到蠔肉 它的質感 是比較瘦削 不像法國那隻 爽身 很甜 它的肉質 比較薄 你看到 這隻生蠔 真的比較 奶油 我自己喜歡 爽身 而且這隻 不是很甜 海水味 比較重 刺身 我今天拿了幾款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一個劍魚 即是帶子 還有一隻吞拿魚 我覺得是帶子 它是多大粒 多肥美 還有鮮魚 好像也不是很多次我餐 有噴拿魚 就一般 所以其實 凍海鮮 刺身 還有蠔 那部分 大致上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種類款式 已經夠了 夠吃了 今天蟹腳 和麵包蟹 其實它的質素 我都是 符合預期 老實說 算是OK 疫情的年代 我知道很多酒店餐廳 入貨的成本都大增 所以如果要保留一個質素的凍海鮮 其實的確不太容易 好 接著吃完凍海鮮 其實你看到 桌上已經放了很多 食蟹用的醋和工具 你已經知道 今天有大集蟹吃的 那這個大集蟹 其實它都是新鮮蒸出來的 雖然有個Colder 但最重要就是看它的質素 我沒有的 因為已經有這麼多隻蟹 還有一份 就是蟹膏的窩巴 重頭氣 大集蟹 還有鴨肝窩巴 就是這樣 每人就一份 一份就是一個窩巴 加一隻大集蟹 那這一份就是窩巴 剛才我都略略說過 它就把蟹粉 下面就有鴨肝 最底下就是窩巴 所以層次就很豐富 而且味道很濃郁 味道很濃郁 味道很濃郁 調校了少少少的味道 再加上這個鴨肝 很濃 很甘 蟹粉是不錯的 在酒店裡吃大集蟹 這隻真的三兩左右 兩二至三兩左右 比較小小小的 這隻 這隻也是蟹 大家看到是尖的 這塊葉 最重要就是蟹膏的狀態 我都很急不及待 大集蟹呢 它這個毛這個位置 都是有點金金黃黃的 看到嗎 就是這些位置 咦 都不錯 如果是自我餐來說 都算是可接受 這隻 都很香 其實聞到那個味道很香 最重要就是 這個芯一定要 蓋上去 因為這個芯很寒涼 我們不要 其他膏就可以吃了 如果大家可以加少少的醋 蟹醋 在這裡都有 都給你的 加少少的蟹醋 混合 哇 記住這些蟹的塞 全部都要清掉 一定要乾淨才吃 這樣吃就會比較安心 就是清乾淨 那個蟹 試試看 嗯 有甘味 不是說很香 但是 可以的 就是 都是 漂亮的 首先一定不會變壞 有輕微的 那麼多蟹公的白糕 我們叫做 算是不錯 7點半 它就會有 乳豬 即場 現場 烤製的乳豬 其實我不知為何 可能很多熟悉 在那裡 還沒開始 你看到那條龍 已經凍了 試試看 進去 那條龍 看到的油 其實也被滴出來 這隻魚鑽的確是挺吸引的 而且很香脆 你看到那層油慢慢滴下來 真的很吸引你吃肉 其實這隻魚鑽做得挺香脆 而且不會太油膩 可能那隻小豬也選擇過你 而且比較嫩 跟大家試一下這隻人心雞湯 有些雞在裡面 有些紅棗 挺香的 因為我看到它是小小的 看到湯的顏色也比較清澈 人心味也挺香 它真的加了少許人心 所以它的香味比較忍弱 但喝的時候絕對感受到 另外一個重點推介 今天就是咖喱炒蟹 我看到它都是大肉蟹 因為它的蟹蓋和蟹鹹 都看到相當像大隻蟹 很多蟹膏 繼續 這餐真的厲害 很多蟹膏 大家真的儲存蛋了 才吃這餐 差不多 淡淡肉 這隻咖喱炒蟹 今天我看到它這個肉質 最主要可以分辨到 都不是隔夜蟹 不新鮮 它的肉質都是一疏疏 蟹肉也算是可以的 而且咖喱的味道 比較溫和 不會很辣 分主菜方面 還有一個就是蒸石斑 我看到它的魚塊吸引我 就是蠻厚的 我今天拿回來的 其實它的肉質的確不錯 肉質比較紮實 而且它的魚皮 都比較厚 我自己覺得它的膠原蛋白 都蠻充足 有些東西 我覺得它在蔬菜方面 就少了一點 就是Full Bofet來說 其實我是期望它 多一點不同的選擇 我一向都喜歡吃咖喱 大家都知道 這裡也有一個咖喱的station 有一兩款咖喱的食品 包括這個咖喱羊肉丸 雙重重口味 這個咖喱很像牛軟 哇!很香的羊肉味 哇!很辣 這個味道 其實在吃入口 五秒左右 你已經感受到 它是蠻硬的 這隻羊肉 都是羊酥味蠻重 如果喜歡吃羊的 應該喜歡 不過咖喱的味道 的確是蠻辣的 我自己覺得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烤羊肉 一邊煎一邊補給 它控制的時間都算是OK的 你看它不會很乾 煎到焦了 它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以大規模製作來說 這個都算是OK的 在這裡還有一隻蟹蓋酒 很過癮 小小的 中間裡面真的有些蟹肉 裡面就加了一些材料 打勻去放進去烤 這樣 挺香的 這一隻 剛剛看到這裡有一個薑茶 酒店來說 它現在吃大閘蟹 就煮了薑茶 也比較貼心的東西 在這裡 又到甜品的時間 其實它甜品的款式種類 大概十款八款 有些蛋糕 有些芝士蛋糕 那些基本的東西都有 還有些水果 最特別的是 這裡看到一隻 是現場即製的 Tiramish 這個是大廚 會在這裡 現場即製作給你 這個就非常吸引 一碗 它連上面的霜霜 咖啡粉 和一隻咖啡 都是現場即製作給你 其實它的層次 都是幾個層面 霜霜和中間的蛋糕 都是剛剛看到 一層一層組裝上去 十分之有誠意 這隻 中間的蛋糕 吸收了咖啡的味道 再加上 上面的霜霜 是挺軟滑的 嗯 好了 今晚的自我餐 就吃到這裡 總結來說 我覺得它食物的種類 都夠足夠 幾款的特色食品 包括這個燒乳豬 大閘蟹 生蠔 幾款食品 就是配給形式去製作 但是其實其他的食物種類 不同的蟹 麵包蟹 雪蟹腳 那些 質素來說 其實我都算是不錯的 整體上 都算是有心機製作 今天比較突出的 就是那隻大閘蟹 雖然也是每人一隻 但其實質素來說 算是不錯的 唯獨是 我有一兩樣東西 我覺得它這裡的口味 是比較重口味 沙律 蔬菜 這一方面是比較少一點的 還有 喜歡吃農味 食物的朋友 應該會更加適合 提損方面 我就首選 起司蛋糕 還有那隻 Till Mission 其實兩款都要用心做 在晚市自我餐 這個食價比算是不錯 現在折了 就500多元全包 好過一些 過千元一個頭 都不知吃什麼 落土的自我餐 我覺得這一間 比較走一個親民 和比較貼地的路線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不妨在下面的連結 按進去看看 合不合自己來 所以今天的介紹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真的給個讚 接下來 還有預告給大家聽 短期內都會去旅行 希望短期內 再有消息公佈 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觀眾 記得按個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